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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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传出他和姚元昊复合的消息 无疑把随堂推到了媒体关注的最高点 姚元昊说他有特别鼓励你吗 有 他有 我今天有提到他的那个 他说他希望我今天心想事成 打算给你求婚 不可能 反倒是天心 虽然有愤入为争夺影后宝座 但夺冠呼声不高 也让他心态明显更放松 其实好像突然觉得 此时此刻心情是很轻松 因为我突然觉得这个 没有很大的期望 但是我觉得 能够以一个入围者的身份 参加这么神圣的金钟奖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最大最大的肯定 得不得奖我没信心 但是前三名应该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都满美的老房天台北报道 在红毯上 最为本届金钟奖的最大热门 电视剧系列人气剧组 可谓是一体风发 女主角名模隋唐更是性感亮相 但是在红毯途中 停下让媒体拍照时 隋唐却因动作幅度太大 而导致两片裙摆从大腿根部滑落 疑似发生严重走光 但隋唐经纪人就表示 当时堂堂一共穿了三条底裤 贴身的黑色钉子裤 肤色安全裤 和最接近服装颜色的黑色安全裤 走光只是误会 安全措施如此到位 不愧是行家呀 虽然呢 在红毯毯上犀利人气 那是抢尽了风头 不过呢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 他们却大失所望了 因为今年金钟奖的所有奖项呢 几乎全部爆了 红毯毯后 第46届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终于正式开始颁奖 但整场颁奖下来 给大家最大感觉就是一个字 冷 这第一冷 就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号角响起打败 其他四位前辈主持人获奖 让大家相当意外 好爽哦 第二冷是戏剧女主角奖 之前大家都压薄在 系列人气的水塘身上 当颁奖人张孝辰念出 天心的名字时 连天心本人也都傻在那里 首次入围就夺 是戏剧男主角奖 也是由第一次入围的 潘伟博获得 而这部戏也是 潘伟博拍过的第二部戏 他打败其他四位 敬严老道的入围者 更是大冷门 这样的结果 不要说跌破大家的眼镜 恐怕连眼桌子都掉下来了 而伟博也因在大陆工作 无法上台领奖 今年最佳女配结获得者 朱星仪 由于成功制造小三话题 之前被大家骂翻了 这次喜获金钟 上台领奖时 她哭得歇了哗啦 老公为私立贴心的 帮她擦眼泪 而即将临盆的朱星仪 一家三口上台领奖 可说是双喜临门 我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看新人期 我现在非常非常激动 因为我今天一直很怕 弟弟会 就是生出了 颁奖典礼 从晚上六点多开始 到十二点结束 历时五个多小时 不仅典礼时间过长 表演也非常乏味 虽然桃子一个人就吃串场 偶尔还来一段脱口秀 使出浑身解数 想努力hold住场面 不过典礼还是被普遍认为无形意 看来明年的金钟主持人会更难缠 记者李爱卿 林振阳 台北采访报道 虽然呢 系列人气大热倒炉 但是赛翁 驱马言之飞福啊 要知道呢 金钟奖最出名的不是别的 就是那恐怖的金钟魔咒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 我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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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州赛区去看一看 那边的海选顺况吧 既然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今年再来的目的 TWINS上海开唱 演唱会又飞到了上海 于那边的歌迷朋友们呢 是近距离的接触 那当谈到演唱会的嘉宾时呢 这两个人可是卖足了关子 昨天TWINS在上海为自己 人人谈起上海演唱会造势 过一样的演唱会 艺人TIS爆出了接着林俊杰的名字 说到同门师兄谢霆锋是否会助阵演唱会 TIS则是奇奇否定 TIS演唱会不请谢霆锋 这就陪上海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TIS两个小女子现在是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好 接下来咱们再关注另外一位女人味十足的美女 她呢就是安苡萱 因为之前呢是无意间当上了大S和汪小飞的红娘 没想到呢却给自己惹来了一堆的麻烦 甚至呢有传闻说 其实呢这个汪小飞当时是她心仪的男子 没想到大S却中途横刀夺爱 那因为这件事情呢三个人从此闹僵的传闻 那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可是事情依然没有停息 那前天呢汪小飞和她同场出席一个时尚派对 那就被爆出呢两个人全场是零交流 怀疑呢两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大开心结呀 难道真的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吗 我们听听本人是怎么说的 日前安苡萱作为某饮品的代言人出现在北京科技大学 与众多同学们进行了互动 最近除了影视作品不断推出 频片出现在荧幕前 最演人注意的还是要数她与汪小飞之间剪不断 里还乱的各种传闻 最近在某时尚活动上有报道称 某小飞与安苡萱因之前的绯闻而零交流 对此安苡萱赶紧在镜头前进行澄清 我交流的时候刚好你们没有看到 对 其实聊的还蛮多的 就本来譬如说大S也本来要来的 但是因为她现在帮小S赛班嘛 所以而且当时一碰到面我们都有打招呼 而且中间坐的是小安安君灿 那因为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媒体只看到我们没讲话的时候 那讲话以及握手打招呼都没有看到 虽然汪小飞与大S结婚已有些时日 但关于安苡萱与他们之间的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是不断被人惊惊乐道 对此安苡萱也深表无奈 作为公众人物 也许这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就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不管是从跟我老费的事情 或到少风回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 都是好朋友 然后有时候媒体经过很多的很奇怪的说法 或者是把他宣扬的很大的一个新闻之后 就会变尴尬 那个尴尬其实是被你们给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身为艺人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备受关注 所以时常也要受到外界的流言蜚语了 那其实最辛苦的还是他们整天要飞来飞去 和家人也很少相聚 如果有相聚的时间 大家也是非常的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 一分一秒了 近日一场明表中年期活动在上海隆重举行 郑雅芝一席宫廷庄 跳着宫廷舞出场十分大气优雅 而陈惠林化身花仙子 与小朋友演绎了一段童话般的故事 林峰则是一个酷酷的现代舞者 这样出其不意的表演真的是让人大饱饮福 但严林表当然要谈一下时间 三位都觉得与家人相处是最幸福的 郑雅知道现在与老公都依然有坚持为对方做浪漫的事 爱情是要时常给对方一个惊喜 和时常保持一个浪漫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刚当上妈妈不久的陈惠林也表示 自己和丈夫的二人世界虽少 但是都很享受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光 与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这就就陪上海报道 在三枪拍案惊奇和山楂树之链之后 张一谋再次回归到了大片市场 将目标选定了著名女作家 严格林的作品《精灵十三差》 这部作品张一谋可以说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足足用了164天来拍摄 现在也终于曝光了首款遗告片 马上来看看 筹备了四年时间 《精灵十三差》作为2011年张一谋 指导的一部战争史诗电影 即将与广大观众见面 他讲述的是1937年的南京 一群躲在教堂里的大家闺秀 13个逃避战火的封城女子 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伤兵 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故事 《精灵十三差》将代表中国参加第84届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 并于赫岁档12月16日上映 这部投资预算达到6亿人民币的大制作 从一开始便已经瞄准了全球市场 不仅有奥斯卡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加盟 还邀请到了好莱坞的战争特效团队 震撼的战争画面令人期待 期待张导的大制作 罗文天九里报道 每当每报 欢迎来到每报时尚常人环节 通过热情观众的票选 昨天获得时尚常人称号的明星就是吴孙 恭喜屏幕下方的这两位微博网友 你们获得了美报美妆超美店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以及今天晚上零用家福州不插店演唱会门票 以及西波年轻时尚手机提供的手机一部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提供的时尚常人的候选人 又有哪几位吧 他们分别是A随堂B天心C Twins第安一圈 大家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乐团队的官方微博 把你心目中的时尚常人选告诉我们 并且告诉我们今天选择它的理由 就有机会获得美报美妆超美店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以及西波年轻时尚手机提供的手机一部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拜拜 我怀疑我会梦游